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跑了 门呢 当然他自己撬开他 嫌疑人的特征你转高了吗 我和我哥说了 他说有这些线索 应该跑不远 如果能亲手抓到他就好了 他是凶手啊 而且有刀 你能在他手下安然无恙已经很不错了 早安 我们是学生 剩下这些事情交给警察处理吧 可我不是学生 你看起来并不惊讶啊 以前我还以为你是小题大做 原来你真的是 怎样 你是在一年前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吗 这个世界上曾有极少数的人 在器官移植手术之后 有第二人格 你说我人格分裂 可以这么讲吧 但这种事情 还是找医生诊断比较好吧 你要是介意的话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不过我还是觉得 精神疾病这种事情 还是去看一下吧 不用了 我告诉你 我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在夏早安的体内 但我并不是他 他也没有什么精神疾病 对对对 书上还说 一般分裂出来的人格都是独立的 我懂你 起来 起来 反应太慢了 一个人格不管再怎么独立 第二人格永远会受第一人格的限制 怎么看书的 你是怎么突然跑出来的 我忘了 忘了 失忆 健忘 海马蹄受损 阿滋海莫症 我随你这么想 那 总之你不要管我就是了 那个是 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的存在 包括夏早安 早安呢 等我想起来了我自然会告诉你 你会不会伤害早安 健忘症 和自残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吧 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嫌得无聊的话 不如好好想想这个谋杀案 这个谋杀案已经结了 现场那么多痕迹 肯定会有指纹的 就这么简单吗 好 你就会带我 他们应该做的 感觉 体育员 还是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没有 可是我们缺乏一个关键性的定随证据 但是现场总能留下点线索吧 巧得是没有 奇怪 我看他多半是在装昏吧 我去揍他一顿 看他行不行 来 她身上的确检测不出异常 但无论是心率还是呼吸 都符合昏迷状态的标准 现在医院正在为她安排各项检查 看看是否有些病因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你们还是等等嘛 对了 你家早安还好吗 她 心态倒是一直挺好的 欢迎安安女神平安归来 我们这学校保安怎么也不管我呀 我家粉丝素质高 不用管 那你还天天躲着他们 本来就没出什么大事 他们非得开个什么康复派对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吧 粉丝太过于热情 也不是什么好事 会影响生活 影响生活倒不至于吧 好像是有点影响生活 学长 你去哪儿啊 你看看这道 走啊 还有这道 快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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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盘 开盘 我怎么回事啊 快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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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恢复得不错吧 看她那个样子 就知道没事了 对了 这是早上我在门卫收到的快递 我一看是早安的 我怕被粉丝盯不上 就直接拿了过来 回头你交给她 谢谢学长 她知道的话 一定特别高兴 别客气 我有事 先走了 快点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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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亲的大快亲的鸡 干嘛 我跟你说 今天真的是累死我了 要不是这家店出新品 我真的可以累死在这条街上 你信不信 信 所以说 吃东西不愧是人生三大希望之一 三大希望 哪三个 吃 水 还要买 现在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 拆快递 我去给你拿紧的 不不不 等一下 你看我有 你还有这东西 嗯 这么小的一个盒子 你买的什么呀 我不记得了 买东西的乐趣 在于你下单的那一瞬间 至于东西是什么 这不重要 还挺好看 什么呀 拆盘看看 但我真不记得我买过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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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谁 虽然我有些模糊的记忆 但大部分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 不过看起来你也没有调查过我 应该也调查不出什么线索 没兴趣 我才懒得查 侦探不都应该像猫一样有好奇心吗 第一 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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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火 机 灯火 鱿火 灯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马像 这名字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在这个流行雨没出来之前 其实还是个挺正常的名字 出来之后怎么看这么奇怪 不过 找到这个地方之后 真的就能解释我为什么会借些新示意吗 应该吧 走吧 这种地方连门牌都没有 像是有网吧的地方吗 他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吧 谁啊 我的一个朋友 你有事瞒着我 没有啊 回答得太快了 也得真强 算了 实在不想告诉我也没关系 以后找到合适的时间 想说的话再说吧 但是我有个条件啊 不许临阵脱逃 不许偷懒耍赖 好 知道了 还真有 您好 您好 来向我啊 两块钱一小时 我管结账 谢谢 不是 我是来向您打听一个人 请问您认识猫宁安吗 不认识 那您知道店主在哪儿吗 店主 你在里面 你不认识猫宁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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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猫宁安 对啊 怎样 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不知道 没听说没看见 你误完了吗 请问 您认识猫尼安吗 你是谁啊 就是说您认识猫尼安 是我 是我圈子里的名字 你到底是谁啊 我听一个朋友跟我讲 可以跟您打听一些消息 小鬼 上我这儿来买消息 可是很贵的 你有钱吗 还要付钱啊 多少钱啊 我这个人呢 做生意同所无期 消息呢 绝对是货真价实 当然了 这个消息也分三六九的 就看你要哪种程度了 那 最便宜的多少钱 这个数 我带了 十块钱 十万啊 这么贵啊 您打得折不行吗 是这样 我问您的这个问题 可能会牵涉到一宗谋杀案 如果您能告诉我的话 警方或许会给您奖励的 小鬼 别拿这种话来唬我 就算警察到我这儿来买消息 也是要付钱的 没有钱 向后直左右转 门在那边 谢谢光临 您就不能再通融一下吗 谢谢 小鬼 好 谢谢 好 女孩 你探索杀案 你刚说刘事 你怎么知道刘事 还是女儿刘事 还是女儿刘事 我不是刘事 我不是刘事 你是哪一个 你马上给我还钱 欠了我那么多钱 跑了一年 现在还敢出钱我面前 还钱 我帮你带他 你帮我去 帮你帮我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是海盘 你骗是我 你走啊 对 走啊 来来来 合个人 合个人 一 二 三 来 来 请进 实在不好意思 请问您怎么称呼我 叫我梁叔就好 女生请坐 你坐那边 原来你是我的粉丝啊 怎么能是粉丝呢 我们是信徒 诶 诶 我 我 你 你 都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这次是我的事情